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的AI技术学堂 那么好久没有给大家讲的密集人力了 今天小鱼来给大家探讨一个电商中非常实用的一个技术 那么就是AI仍入换装 很多电商朋友们呢 无论你是做一个亚马逊 或者说呢是做一个宿卖通 还是一个独立站点的一个跨境电商 我们都知道产品图片呢 对于一个商品的转换率来说 它有这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 换做以前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来穿在模特的身上 可能非常的麻烦 那要找不同的模特来 那还要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那还需要请专业的一个摄影师来进行一个拍照 还要进行一个选图 还要进行一个修图等等 一系列的工作非常的繁琐 但是今天呢借助一个AI的技术 那么我们就可以高效的完成这一项工作 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和效果 那如果说你对AI换装 你对米吉利绘绘图感兴趣的话 那记得呢一定要订阅小鱼的频道 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那相信你会有一定的收获 也会对米吉利呢 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那么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个跨境电商卖家 现在想要销售一款蓝色的T恤 那么如何才能快速的为这款T恤制造吸引人的一个图片呢 那么我们今天呢会使用到两款工具 那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绘图工具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恰GPT 这两个强大的AI工具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我已经训练好了一个 米吉利的一个提示词模型 那我这里呢就直接复制链贴 把它发给GPT 这里我直接复制链贴 那么都知道米吉利它其实是运行在我们的Discord里面的 如果还有很多朋友 你不会使用一个米吉利 那么在描述栏的下方呢 小鱼会放一个米吉利的入门 从入门到精通的一个课程 以及米吉利如何以图绘图的过程 一个课程 那大家可以去不懂的 还不会的朋友呢 可以先去简单的进行一个学习 那么再回来看这个视频 你就会学得非常的容易 那这里我们回到GPT 把我刚才的一个提示语直接发送给他 我们训练的一个模型直接发送给他 OK可以看到他说理解了 请你输入你的想法 我会为你生成提示词 我这里就直接发给他 一个亚洲短发女模特 浅蓝色T恤 一个roller风格 现代都市背景 直接发送给他 可以看到他快速的 在帮我们生成一个提示词 OK已经好了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还可以让他 翻译成中文 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看一下 他是怎么生成的 他的一个内容 那可以看到穿着浅蓝色的一个风格T恤的一个亚洲短发女模特 自信的站在一个现代都市背景中 那周围是高楼大厦 那等等 这里包括还有一个镜头的一个拍摄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任意的复制一个英文提示 直接打开密尽力 刚才说了密尽力不会的朋友可以看描述栏的一个链接 包括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密尽力的账号 下面呢你可以选择自己注册一个密尽力 国内的小伙伴想要注册了 那也有一个关于注册密尽力的一个教程 包括呢如果说你想要直接用一个现成的一个成品账号 那也可以直接去便宜合租一个密尽力 下面都有相关链接 我们这里直接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Imagic 把我们的提示与粘贴到里面 那这里还有一个比例吧 我们给它一个版本啊 就是杠杠V 那这个V6版本是最近出来的啊 它也特别适合制作一个真人的一个图片 OK我们点击Enter键发送 OK 那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生成的这个美女 亚洲美女已经出来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不错啊 我觉得第一个不错 第二个也不错 那你更喜欢哪一个美女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喜欢第一张 那我就打开第一张 点击U1 这个U呢就是放大的意思 我们把它放大 那但是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呢只是一个上半身 但它的衣服都没有全部显示出来 那这个我们怎么办呢 接下来呢小U就是这里来教大家啊 我这里我们先点一个斜杠输入一个settings 然后点Enter键发送 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混合模式 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混合模式给它打开 这里有四个黑点的我们点击一下 显示绿色呢就代表已经打开了 OK 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美女 那我们要让它的上半身显示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点击这里 可以看到有个左右上下的一个箭头 我们就点这个下键 这里直接点一个提交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美女来给它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中打开 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右键 图片保存 把存在一个文档里面 OK 接下来呢可以看到我们就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settings 点击一个发送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混合模式 OK 可以看到经过我刚才的一个修改 这个女生呢 她的上半身呢 可以看到就已经全部能看到了 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张就不错 那我们点这个 优势 把它放大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对比 这个显示的是一个 这个显示的是一个半身 可以看到 上半身都没有露出来完 现在已经全部能看到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张图片给它保存起来 把它另存到我们的一个文档里面 那模特有了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 把它换成一个 红色的T恤 但是呢 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不是立马就能给它换装 首先我们要确定呢 这个人物的一致性 那在这里呢 会使用到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的一个CREF参数 这个参数呢 它就是专门控制人物一致性 出过一期换脸教程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 我们先直接上传这个美女的图片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电图 那必须先要有它的一个图片 那这里直接点这个 点这个加号 点这个上传文件 把这个全身的美女给它 点Enter键发送 OK 它有了 已经有了 接下来呢 我们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Image 那把我们刚才上面的一个提示词 可以看了 把我们原封不动的 把这个提示词 给它粘贴下来 那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 不用CREF参数 直接电图 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 那这里复制一下 它的一个图片链接 我们点开 然后这里有个电图链接 那么一模一样的提示词 再加上这个图片的链接 我们看生成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地方位置搞反了 我们重新来 我们先复制它的一个图片链接 电图的链接 图片链接先放进来 现在呢 放入它的一个提示语 那这呢 我们再加一个IW参数 IW参数的话 它也是可以控制这个图片的一致性 -IW2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同时 再输入它的一个CREF 我们看看这两个呢 它出图 哪个更能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这里我们同样点一个鞋杠 点一个Image 那这次呢 我们需要先输入它的一个提示语 原封不动的把它的提示语 给它粘贴下来 把这个版本先给它去掉 这里空格一下 输入两个横线 CREF 这里空格 接下来我们连贴这个图片的链接 把它粘贴到这里 最后我们再输入一个版本 好 这里 -v6 我们点击发送 那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我用了一个电图加一个提示词 再加了一个IW参数生成出来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它人物呢 还是有一些相似 但是呢 还是多少有一些变化 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人物有一些变化了 这个和这个都有一些变化了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 我用了一个CREF参数 那么CREF参数的话 我们看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小鱼 带大家回顾一下 一个CREF参数提示词 那么 它同样呢 可以添加一个词 就是一个CW值 那如果说想要脸部 衣服头发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使用一个CW-100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 只需要面部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后面可以把它的值设置为CW为0 那等会呢 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也是完全换了一个人了 给我们的美女八竿子 刚才这个美女都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这个呢 这个还有点像 那这个电图其实还管一点用 那这个2的值是最大的 这个2的值默认值是1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我就把这个CW值给它用上 那接下来呢 还是点一个斜杠Image 我就把这上面的提示语 直接给它粘贴下来了 那这里我就 杠杠 CW 直接输入100 OK 那我这里同时再默认一个0 再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因为这个绘图需要等待 所以我就一次性把这个提示词给它发出去 OK 看一下 OK可以看到啊 这里呢 小鱼做了几组测试啊 我都加了一个CREF参数 后面 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CREF参数 加了个CW100 可以看一下 啊 它的人物呢 几乎是保持了一致的 可以看一下 人物都是几乎是保持了一致 接下来呢 我就给它换装 那刚才我们也看了 如果说我们想要保持头发 衣服都一致 那么CREF参数是100 那接下来我们 想要换衣服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CW参数改成0 那同样这里斜杠 点一个Imagine 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呢 直接给它复制下来 整个 复制下来之后啊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更改一下颜色 比如说我们要换成一个红色 OK 这里我们就把这里面的提示语给它改一下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颜色词语在这里 OK 给它改成一个红色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发送 就比如说我要给它换成一个黑色 那这样我们输入一个黑色 OK 打开 把这个颜色给它改成黑色 啊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发送 我想试一下啊 如果说你想试一下它的一个 你可以稍稍变动一下它的一个CW值 啊 比如说我这里把它改成10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效果 在这里如果说你还要想保持它的风格一致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加一个 啊 色的值 那色的值怎么来的呢 这里教一下大家怎么样获取一个色的值 我们点击这个 添加反应 我们点一下 在这里输入一个 页 这里会跳出一个像信封一样的 我们点击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回到左上角这个米吉利的头像 OK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呢 这个这张图片的一个色的值 那你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加上一个色的值 我们把这个色的值可以先给它粘贴下来 可以复制到一个文档里面 OK这里再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绘图页面 那么其实我们只要把相同的提示实在粘下来 我们在这后面杠杠 我们把这个色的值给它加进来 直接发送 OK可以看到我们换装已经成功了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白色给它换成了一个红色 把刚才的一个蓝色换成了一个红色 给大家看一下 人物的一致性啊 它的脸部轮廓 可以看一下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再看一下这张啊 换成了黑色 那么这个显示的更多一点 把它放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黑色的 这里换成了一个黑色 同样的方法 如果说你想要看着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下面一点 那比如说第一张 那比如说这个第三张啊 我们就点一个U3 我想让它显示的这个衣服显示的更多一点 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要想让它把下面整个衣服显示出来 那我们就点这个上下的这个下键 OK这个刚才加了色的值的这一组已经出来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说是它的人物的一致性啊 它的面部表情啊 几乎就是同一个动作 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要叫大家 你可以添加一个色的值啊 你可以保持它的动作 你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面部 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啊 这两个简直这个非常的相似啊 能保持它的一个高度相似 那这个色的值其实是很好用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那这里你喜欢的图片啊 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比如说第四张 那遇到这种该交付失败也不要着急 我们直接重新再点一下 或者说你先点一下其他的地方 你再回来点这里 可以多点几个按钮 OK可以了 那这个红色你想看它全身 那就点这个下键 那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再复制下来 再给大家测试一组 比如说我想要变成一个 我想看它穿一个紫色的衣服 OK 那找到颜色的地方 把这儿给它改成一个紫色 其他的我们都不动 加上一个set字啊 我们点击发送 如果说你想控制图片的一个尺寸的话 那你这里后面 把这个粘贴下来 再后面加一个杠杠 AR16b9啊 你要多少尺寸 你就直接加多少尺寸 那这里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显示的都只是一个上半身 没有显示完 那么可以看到 衣服还有一半 没有显示出来 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混合模式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全身都已经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真的非常的不错 它的神态啊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整个上半身 包括裤子都已经露出来了 黑色的T恤 这儿红色的T恤 可以看一下 整个上半身都已经露出来了 这个模特可以说是真的非常的不错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想让他穿什么颜色 那他就可以给你穿什么颜色 那这里可以看到 我让他穿紫色的啊 这个紫色的衣服也已经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 第四张非常的不错 同样可以给他放大 可以把它的下半身显示出来 那这个呢 可以看到 这个是16比9的 显示不出来也没关系啊 这儿你直接点这个下键 全身就出来了 那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只要你想让模特换装 首先一个 我们必须需要一个图片的链接 那么你要有一个模特 首先你要位图给米尖里 把这个图片的一个图片链接呢 我们可以给他保存下来 一定要电图 那第二点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CREF参数 一定要把这个图片链接呢 后面呢 前面呢 给他加上一个CREF参数 那再在后面 加上一个CW参数 最好是一个0 它可以改变它的衣服啊 如果说你设置到100的话 它的衣服不会变 OK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穿紫色的衣服啊 全身照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模特 你想让他穿什么颜色 那它就可以帮你穿什么颜色 那总之 保持人物的一致 就需要一个CREF 加上一个电图链接 还需要一个CW的一个值 那么你就可以保持人物一致啊 进行给他进行一个换装 OK 今天的小鱼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相关链接呢 我已经放在了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去用米尖里来尝试一下 你是如果说做的是电商 可以看一下啊 这些模特图 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不错啊 能生成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你不需要给他拍照 你也不需要出面啊 这个就 我们的一个图片就搞定了 真的非常的容易 那么喜欢绘图的小伙伴 想要学习绘图的小伙伴啊 那下面描述栏呢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教程啊 大家可以直接去打开来看 那如果说你想要 国内的小伙伴 想要注册一个米尖里 那么这里呢 小鱼也有一期教程 OK那 还没有订阅小鱼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晚点 晚点 providing 后点